好的 开始了 战斗开始信号枪已经打出去了 意味着我们的进攻开始了 现在我们看防守方就开始炮击了 非常的快 直接信号枪打完他们就开火了 现在进攻发冒着对方的排气炮正在往前冲 好了 有多人倒地啊 这个时候救人尤为重要 救人 要那个抱起来跑啊 就千万不要在原地救人 不要在这个地方轰啊 这个地方轰的话就没了呀 往前压 往前压兄弟 往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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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还击啊 兄弟们 不要太早还击 太早还击的话 够不着 压都进去 再开火 蓝方已经开始还击了 但是准头比较差啊 打到了三后面去了 但是三后面也有敌人啊 好像也打中了 好 红方也有人被淘汰出局 这时候红方 遭到了对方的炮击 先是红方打了一手先 先手的排气炮啊 导致蓝方多人被淘汰出局 这时候蓝方已经逼到了对方的三脚下 他们在三脚下反攻对方 他们利用距离上的 距离上的优势啊 然后向着山顶上开火啊 我们看到乔一重进了对方的阵地 但是乔一只有一个人 这是怎么敢啊 带马了一个人重进了对方的战壕 这时候蓝方能否扭转局势 完全就看这一锅的炮击了 现在 红方的阵地遭到了蓝方的炮击 反手了啊 蓝方的炮击要违禁红方啊 而且 蓝方的大刀队也上三了 好的 炮弹击倒了多人 两人 好 蓝方的炮一下刷屏了 是打到哪里了 是打到大动脉了吗 好 红方冲下了战壕 冲出了战壕 往三下冲锋了 他们抄起了 大刀就拿下冲 这时候 他们是要阻止对方打炮吗 这是最好的策略了 如果继续待在原地的话 可能会被对方的炮火所覆灭 因为红方是要守阵地的 他们虽然有先手的优势 但是接下来 他们就很快就转入了被动的优势啊 被动的情况 如果再继续这么打下去 红方很快就会张网在一起 所以他们选择了冲锋 他们冲下了三 这样子的话 对方的炮就不一定能打到他们了 射程上就乱了 继续轰炸 战壕已经没有意义了 战壕里的人都已经跑了 大家开始和对方漏搏了 这时候 这个策略很成功啊 红方跳出了战袍 和对方拼了 不给对方打炮的机会 好 这个时候 蓝方的大刀队也上来了 还要抵出对方的进攻 好的 这个时候 防守方的炮也正在轰击他们 他们是要和排击炮配合 打退蓝方的进攻 这个策略 哎呀 钩皮倒地了 这个 红方的大刀队 扎出去了多少米 扎出去了300米 已经推进了300米 把蓝方给冲到了3下去了 把蓝方的进攻给打对了 而且这个时候 排击炮也大不了他们了 这时候 蓝方的排击炮 应该更新一下自己的 这个距离坐标 重新调整 才能够打到红方的队员 否则的话 只能一直放空炮 对不对 这时候 红方已经所向无敌了 虽然也是付出了大量的伤劳 但是他们打到了39下了 他们的人数 能不能支撑到最后 还不一定 因为这个战线拉得越长 人就会不集中 可能会被反托 很有可能的 双方大战 还没有分出胜负来 但是蓝方一味的后退 不是一个办法 蓝方已经退到了排击炮的阵地了 就一个人追杀一个人 还被红方给砍倒了一个 哈哈哈哈 当当当队友的面 把队友给砍了 一个人打四个 其实这个时候双方应该都差不多吧 看一下大地图啊 是的 双方人数都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了多少 二打一 哎 这个时候红方的人并不多啊 他们可以逐个击破啊 那么近战的话 这种近战打法的话 就抓单嘛 抱团抓单 可能有机会 但是如果没有效率的话 那就是被对方拖着 那就麻烦了 我看蓝方这个时候就是被 被一个红方给拖住了三个人 那导致队友已经被杀光了 光阿雀 这个情况不妙啊 灵器也倒了 情况不妙 最早也是暴团和抓单 但是他们的效率很高 哈哈哈哈 哦 排阶炮来击中了 青蓝 青蓝被排阶炮击中了 还有人吗 应该没有了吧 没有 没有蓝方了吗 哎 哈哈哈哈 结束了 这个 结束了也挺快的啊 最高淘汰数是6淘汰啊 红方赢啊